第230集 更不敢相信这都是真的 可是 刚才匆匆一撇 我全看在眼里 事实摆在眼前 不容否认 这不是幻觉 也不可能是假象 我真就看到了另外一个自己 我穿过一座奇大的洞口 就看到小文的背影 在我面前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我追到洞口前 发现此处是片悬崖 而悬崖下面竟然是做 极为灰红的建筑物群 一眼看上去 简直就像是缩略版的皇城 我惊呆了 悬崖下距山洞洞口有几十米深 因为距离并不是太远 我能将这庞大的地下皇城 尽收眼底 下面的城墙别院 看着非常的真实 真就跟我在图片里 见过的皇城一模一样 十分的逼真 我心想 难道这皇城 就是家境地的墓穴不成 悬崖下面山坡陡峭 不过并不完全是条绝路 只是非常凶险 悬崖下面山峰浩荡 人真要爬下这几十米高的落差 很有可能坠落深谷 死无全尸 我很是犹豫 山洞深处 依稀还有人的不发声 我已经坐实了 那不发声就是另外一个我发出来的 我根本没办法面对这一事实 更可怕的是 我在鸟看皇城的时候 一度发现皇城深处 似乎有亮光传出来 是那种特别微弱的光芒 像是灯笼发出的光 我心里毛毛的 这地下皇城隔世数百年 竟然还会有灯火 那只有一个解释 便是鬼火 我权衡利弊 知道秘密多半就藏在皇城里面 想着悬崖虽然可怕 还没有隐藏的秘密可怕 我退一步是个死 进一步也是个死 说不定事情还会出现转机 想清楚了这一点 我就拿定了主意 沿着悬崖峭爬了下去 我爬下悬崖 就听到脚步声停在山洞口子边上 正是我刚才站的位置 可惜我已经没办法 看出来人的身份 便只好作罢 在悬崖下面的山峰中 缓缓爬到悬崖底下 那偌大的皇城便已经出现在我的面前了 皇城的城门破败了 落满了灰尘 看着十分破败 可这规模架势 却有一种大气磅礴之感 到底是大明朝的皇城 那城墙古砖就透着一股帝王的霸气 我推开朱崎大门 就看到门里面宫殿林立 高墙飞檐 煞日霸气非凡 很吸引人的眼球 不过这宫殿大门大多紧锁 没办法进去 宫殿保存的非常完好 没有人为损坏的痕迹 我心里记挂着黑暗中的鬼火 一路穿过重重宫殿 朝皇城中心走去 我还特别给自己开了天眼 怕这古墓时间弥久 再加上嘉靖皇帝本身就是高明的风水师 会在地下皇城里留下风水陷阱 害的就是我们这些懂门道的人 我一路走过来 的确发现皇城布局 跟真正的大明皇城有所出入 它的设计原则 好像就是以风水布局的意思来的 还估计到皇城位于地下 在某些聚气的地方做了改变 否则按照洋宅来设计 这地下皇城很有可能会变成一座 养尸的大局 我通过第四道大门的时候 突然看到朱七大门后面灯光一闪 我顿时隐身在黑暗当中 这灯光我看得清楚 就是我在悬崖上头见过的灯光 好似一张微弱的灯笼发出的红光 我环顾四周 先就担心小文的踪迹 心想 小文凌空飞行 直奔前面的人影而去 出了洞口就不见了 难道这皇城里阴气太重 把小文给吸引过去了 我关了手电筒 四周浓烈的黑暗瞬间将我裹住 我努力的睁大眼睛 可是眼前全是一片混沌 什么都看不清楚 我吓得大气都不敢出 隐隐觉得大门后 必定有什么东西要出来 可惜那红光只是一闪 就再没出现过 我心里知道 黑暗中有东西 憋了很久 没再乱动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就这么过了半天 我脑子里全是李半仙的告诫 我们只能在地宫里 待一柱大乡的时间 过了这个时间 地宫下面的阴阳路就乱了 而我们就会被困死在里面 我心里毛毛的 处在继续前进 还是继续观察的僵持局面 正在这时 那红光又亮了起来 好似从前面某座宫殿里冒出来的 我心里一喜就悄悄地靠近宫殿 宫殿距我藏身的位置不远 才几十年 我轻手轻脚地凑过去 朝窗户里一看 那窗户上蒙着一层窗子 只有红色的光影在上面移动 却很难看清楚 里面真实的情况 我想拿唾沫戳破它 就听到里面传来有人说话的声音 我心里一沉 把头缩了回去 就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说 咱们是下来办事的 你别动手动脚的行不行 这里可是寒风寺地宫 风水师的埋骨库 我一听那声音 脑子都要炸了 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又听一个声音说 反正咱们都到这个份上了 你迟早还不都是我的 想想咱们在家境地的黄陵里亲热过 真是热血沸腾啊 也算为咱们的爱情天光佳彩 你说是不是 跟着里面就是一顿乱七八糟 折腾的声音 我听得心寒 虽说我和张磊磊已经是过去了 可真撞见这种事 依旧难过得心如刀割 有种要死不能死的冲动 心头热血上涌 真想提刀上去 宰了赵一平那王八蛋 可又一想 人家现在是一对 我反倒成了外人了 我这么做图什么呢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分析眼前的局势 我怎么都没想到 张磊磊和赵一平两人会出现在地宫 当时他们不是结伴去了四川吗 怎么这么快又回来了 我有些想不通 里面折腾了一会儿 突然就传出清脆的耳光声 张磊磊怒斥道 赵一平 你脑子没病吧 你这人真恶心 竟然在古墓里想干那种事 你再乱动手 我先杀了你 赵一平 油嘴滑舌的上去调戏张磊磊 张磊磊嗓门更大了 骂道 你别真把自己当根葱 我告诉你 我这辈子唯一爱过的人 只有杨小天 我跟你在一起 不过是为了咱们的协议 你还记得协议上是怎么写的吧 我们只有男女朋友的名分 其他任何东西 你想都别想 你再敢轻薄我一下 我就要你的命 我听呆了 几乎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猛地掐了自己一下 疼得钻心 才真的相信 刚才听到张磊磊承认 他这辈子只爱过我 他跟赵一平不过是逢场作戏 不知道为什么 我早该忘了张磊磊才是 可真听到他说这番话 我的眼眶还是湿冷 泪水流了一脸 心里又疼又温暖 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 张磊磊说 咱们快找到那东西 就赶紧出去 时间不多了 要再耽搁 怕是要困死在地宫里面 赵一平 你要真替你们赵家着想 就快配合我找东西 找不到那东西 你们赵家世世代代 只能做臭尸 赵一平怒道 我们赵家世臭尸 你是什么 他话还没说完 就被张磊磊 喝止住了 我就看到宫殿大门被推开 张磊磊一身夜行衣 提着灯笼 正往前走 赵一平据住通红的脸颊 跟了出来 我隐身在黑暗当中 不敢亮出身份 只是不远不近地跟着两人 他们过了第五道宫门 前面又是一座庞大的宫殿 赵一平说 已经是第五座大殿了 要不在这座深宫里面 还真有些离谱了 张磊磊说道 少废话 快干活吧 你太爷爷可等不及了 赵一平乖乖地 拿着什么东西去捅门锁 捅了两三下 门锁巴搭一下就开了 没想到赵一平这种浪荡公子 竟还有这种本事 这让我有些意外 赵一平朝里面望了望 突然说 这就是皇帝的朝堂 整座地下皇城最重要的地方 这宫殿里怎么有尊菩萨 这也太奇怪了吧 我远远地盯着两人 就见他们进了宫殿 我也捏手捏脚地走到宫殿门口 悄悄探头 从门缝里看了一眼 顿时吓得魂飞魄散 原来这宫殿里的泥雕菩萨 竟然是一尊庞大的青石 雕出来的小文的石像 我手机在地宫里没有任何信号 这让我没办法再和我师父 李半仙取得任何联系 张磊磊提着大红灯笼 呆呆地望着小文的石像 那石像虽说没有棺材山下石像那么的高大 却比那座石像精致许多 一看就知道是大家手笔 就连脸上的表情都栩栩如生 跟鲜活的小文没什么两样 特别是他身上披的那件袍子 虽然是一身青涩 可那袍子的模样就跟小文的红袍一模一样 啥是怪 赵一平道 咱们还差两样东西 一件是他的红袍 另一件便是九子丁滚顶了 听说那股顶在我爷爷手里 他现在跟沈昭明打得火热 肯定是不会给我们了 只有靠我们自己 努力从他手里夺过来了 张磊磊道 咱们今天能找到这东西 已经很是侥幸了 这几百年来 多少风水高手都折在这地宫里 当年你爷爷 杨小天的爸爸 还有一众高手深入地宫 都折戟沉舟 死了多名高手 咱们算很走运了 赵一平舔着脸附和道 那是那是 我都说你是我的福音了 有张大美女在身边 我的运气才能好起来 你说是不是 说着便来要抱张磊磊 张磊磊闪躲开来 冲赵一平立声道 你不要太放肆 我说过 我们在一起 不过是逢场作戏 你再乱来 别跟我不客气了 赵一平黑黑怪笑 说道 既然是演戏 那咱们演的就像一点嘛 你说对不对 现在咱俩是一条船上的蚂蚱 就更应该轻密无间了 说着 他又朝张磊磊凑过去 张磊磊再次躲开 却反手一指 点在赵一平的额头上 赵一平满脸吟笑的一张脸 顿时就僵住 像被人点了穴 我仔细看才发现 他额头被张磊磊点过的地方 上面有一抹红点 张磊磊绕着小文的雕像 转了两圈 期间 拿出DV仔细拍摄 我心里 则在琢磨 嘉靖地的皇城 和棺材山山腹里 嘉靖地为什么费尽心机 来铸造出小文的雕像 难道真跟战国时期 楚武王的御用巫师 丹宁有关 我怎么都难理解 这各种秘 想起赵一平说过的话 原来明飞古墓里的 九子定魂顶 是和这尊青石雕像 是一起的 这么说起来 这青石雕像 应该是件古物才是 而那件袍子 难道就是小文 从泰国穿回来的红袍 我记得墨镜对我说过 赖世风水师 从地宫里带回了件东西 从此惹上麻烦 导致整座村子变成了鬼村 红袍女鬼如影随形 死人无数 如果这三件东西 都是源于小文 那么明飞古墓里 错综复杂的线索 和泰国多人心魄的 红袍女鬼传说 都起于小文 小文的身份到底是什么 就显得非常神秘 我心里毛毛的 越想越觉得古怪 想不到我费尽心思追查的秘密 竟然跟我心爱的姑娘 有这么密切的关系 更奇怪的还是 嘉靖帝不止把小文的雕像 造在棺材山里 还将他的石雕 搬进了自己的埋谷地宫 这小文到底是个什么人物 导致他耗费无数人力物力 来做这样一件事 我百思不得其解 想得头疼 张磊磊设置完成 随手放开了赵一平 赵一平这才老实了 不敢再出言轻薄 我心里忍不住的舒坦 赵一平这王八蛋 当日请我和程月吃饭的时候 表现得跟换了一个人似的 举止彬彬有礼 十分神势 骨子里 还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 我见这两人在一起 一度怀疑张磊磊 是不是中了他的骨 见张磊磊对他的态度 心里就放了下来 就算我们不能在一起 张磊磊也不要往火坑里面跳 选了赵一平这王八蛋 赵一平说 时间差不多了 他们该撤了 张磊磊点了点头 说道 地宫里风水格局奇特 奇政无数 一年才有一天的机会 会找到地宫真正的路 咱们下次再进来 就要等到明年了 赵一平说 我明白 明年我们再进来 就要戴着他的红袍 和我爷爷的九子定魂顶 这秘密在地底下埋了五百多年 总是要冲见天日的 张磊磊闭了嘴 没接赵一平的话茬 赵一平闪闪道 那我们走吧 张磊磊将DV装进背包 扭头往外走 这时只见赵一平动作飞快 突然抱住张磊磊 张嘴咬在他血白的脖颈上 我清楚地看到 他嘴里的獠牙特别吓人 张磊磊脖子上冒出血泡沫 整个人就软了 赵一平抢回他手里的红灯 自己提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